欢迎大家收听持续评论,我是Thomas 今天讲讲澳洲争取做美国的炮灰 究竟为什么澳洲会做一些与自己的利益 都好像很相违背的事 首先看看最新美国和澳洲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在布里斯班举行二加二会谈 即是防长加外长的会谈 这个会议相当之重要 会后双方公布一系列的国防合作计划 澳洲尖端科技界人士对此表示非常亢奋 因为美国和澳洲将会更加紧密合作 尤其是在科技方面 重中之重就是在量子技术 原来澳洲的量子科技也有不错的发展 有一家公司叫做QCTRL的初创 由美国的物理学家 叫做比尔苏克 他十几二十年前去澳洲移居 现在已经造成这家公司略有成就 他表示希望通过AUKUS AUKUS就是美国、英国和澳洲三边安全合作伙伴 用这个平台去加强科学技术的交流 很重要的 美国现在是很倚重澳洲 无论你在亚太地区 针对中国的战略部署也好 原来澳洲的科技发展得不错 所以美国可能将它变成一个兵工厂 除了是生弹的 据协议方面 很多的军火 甚至是导弹 都将会的技术转移 去澳洲 甚至是这个核子潜伤 有望就是 澳洲 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紧张 而得到一个 优厚的地位 就是可以从美国 取得更多的合作 以及这个技术 刚才所说的这家叫 QCTRL 这家的量子技术公司 很多项目都很先进的 他们有100个的员工 其中一半是澳洲人 一半是澳洲人 一半是其他国家 其中要注意 他们有很多在美国的顶尖 国防和民用实验室工作过 可见这家公司背景不是这么简单 这位创业家就是43岁 为什么说他不简单呢 他接受这个纽约时报的访问 都说出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作为作初创公司 他的目标都是 改变世界 或者是要赚钱 他说不是的 他不是完全为了商业利益的 原来从他的口中 他好像有些看不惯中国 因为他觉得中国 他的量子技术不错 不过很多都是吹水的 中国的竞争又很不公平 举国之力 美西方不是的 美西方各自为政 总之在他的言辞之中 有些对中国的不满 中国的不满 造成他的初创工作的 原动力 这个挺奇怪的 他说他的初创公司 在全球都有不同的办事处 在牛津、柏林、洛杉基、雪莉 是全球量子技术行业的领先者 就是相当之好 这个技术 亦是令到他接触更加多 关于中国量子技术的进度 他觉得 首先一定要想办法 与中国竞争 有一个好的民主国家 一起打造这个量子技术 就会取得更大的 无论是商业或者是军事 他提到军事 很少初创公司有这么特别的观点 他就说 如果是一起打造量子技术 就是全西方学家 就会起 军事、科技和商业利益 都会拿到好处 这位美国背景的 创公司创公司创公司 创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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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挺奇葩 中国就是 很有被西方羡慕的量子技术实力 其实 大概在2017年 中国的量子技术才开始起步 2017年中国在合肥 成立了一个叫做量子信息多学国家实验室 这是占地37公斤的园区 就是世界最大的量子科学实验室 37公斤是什么概念呢 大家知道维园 你去过维园 维园有多大 维园大概是20公斤 差不多一倍于维园 这么大的园区 专门做量子科学实验 当然大了 不过你说 怎么出奇 中国人多地又多 但是你要注意 中国人员的人员 就发表了很多很多的专业的论文 专业的论文 专业的论文 就是数以千计的 之前我说过 就是中国在量子科技的专业 数目占超过世界的五成二 超过五成二 很厉害 所以说 你不能够 不服的 看到这么大的量子科技实验室 是比西方和美国大了 他在2021年 就打造了一个 卫星和这个项目 这个就是一个 叫做星秘量子通讯网 因为量子科技 就可以令到这个通讯更加加密 所以就会比军事开明 真的挺敏感的 美国自知举国之力 就比中国 抖不过 因为科技人才是分散的 美国就算有最多的科技人才也好 也有不同的领域 但专业做量子的话 美国是不够集中的 其实很多更加强的 这个量子专家 比如在澳洲已经是 已经有很多人了 比如在欧洲国家也是 所以他觉得 兄弟同心 就其利断金了 所以 在这个澳洲初统公司 他的思维 他们的想法 你可以反映到 澳洲为什么会这么积极 要加入美国 或者加入美英澳三国的关系 就因为 团结起来 澳洲的力量会更加大 也有机会可以追过中国 这个就是西方一直都很怕被中国超越 所以整件事 身为这个 如果是倒链国家来说 澳洲是位于 澳洲 在第二倒链的地位 澳洲也很看不到中国现在的 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力量 《环球时报》就有个分析 更加深入去 分析澳洲的心态 澳洲原来 他几乎参加了美国 发动的每一场海外战争 即太平洋战争已经是其中之一 他在支持 和参与美国的 冒险主义方面 形成了惯性的依赖 换之他有个DNA 有个基因就是 与美国很合拍 专业在海外发动战争 亦是美国的重要军事基地 在阿拉利区 所以他从科技 初创公司人才的眼中 一定要对付中国 或者一定要坐 美国这辆战车 其实是有迹可查 所以这次就这么热烈 就说 除了加强科技合作之外 美国更加将 军事技术 是会转移给澳洲 甚至会加强更多的导弹 或者是核潜艇的部署 完全是 已经变成了 对付中国的桥头堡 但是 中方透过环球事堡 就有现在 如果澳洲认为 可以威势 攻击中国 他又提供了 据点和军火 他一定面临 中国的坚决反击 这不是危言送定 而是一个军事常识 他说澳洲 千万不要有 僥倖心理 之前 也有专家说 当时他要引入 这个核潜艇 澳洲已经是一个 非核国家 不要说那个核潜艇 其实就不是 放核弹的 但是你不要说这件事 你已经是一个非核国家 被你针对的国家 也会把所有的 核武 对准你 说了 这个 所以 这次 澳洲其实 也挺危险 不过 就可以这么说 澳洲 他觉得自己是 远离 这个 中国的 是非地 他是第2第3度的 地位 是不是 不怕中国的 攻击 不过有一个说法 也挺有趣 就是 台湾的 时平人 蓝鲜 说 澳洲 为什么 那么重要 因为美国 就要它来 吸引中国的 导弹攻击 就是如果 譬如说发生了 台海战事 或者亚太地区的 战事 中国可能会发射 飽和攻击 去攻击 日本和澳洲 很容易 所以将你的 导弹 库船 用完了 用完之后 就行了 因为 美国现在不敢 进入第2第3 倒链 第一倒链 为什么 怕东风快递 就是东风 航母杀手的 导弹 用这个 就是 怎么说 好像 看《三角落》演义 就是做 杜草船 吸引中国的 导弹 射到澳洲 射完之后 美国 就可以 冰淋成下 中国 所以 澳洲的地位 很重要 听你这么说 也挺恐怖的 就是 利用杜草人来 借战 但是澳洲 不是杜草人 射到这些 战是 很破坏力的 澳洲是不是 这么天真 那么傻 很快就回答我 为什么美国空军司令 米尼汉上将 多次警告 他感觉到 中美会 2025开战 到时 2025开战 澳洲的 当政者就要留意 这个日子可能是 澳洲的幸运日 可以这么说 澳洲作为美国第一线 作为他的代理人 如果当有战争发生的话 一定不会有好结果 好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抱歉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